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受温暖的情怀 见证公益的力量 大家好 这里是热线12的春节特别节目 暖春行动 圆你一个梦想 我是圆梦大使 圆圆 2014年的时候 我认识了一位广西柳州的老人 当时他是作为特别节目 晒晴2014的嘉宾来到北京的 如今他已经73岁了 但是他仍然坚持着每天照顾着一群特殊的孩子 他这样的坚持已经持续了18年 两年前他的心愿是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融入社会 那如今他的梦想又是什么呢 我们又该如何去帮他圆这个梦想呢 我认识这位老人呢 他叫胡慧月 他是柳州市柳北区一个民办的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 2014年的时候 这个叫乔宝明的孩子来到了这所学校 因为环境的改变 所以他就更不愿意和外人说话 他也没有办法发出声音 没有办法讲话 虽然说六岁了 但是他只能用蹦跳 拍手 还有一些简单的动作 来表达他的高兴或者是不满 他是一个严重的自闭症孩子 不能跟人交通 也是没有语言 总是生活在他自己的天地里 连父母他都不应得 特别是孩子生活实性都不懂 大便 很多天都不拉 学过中医的胡慧月 用点药腺的方法为孩子治疗 见到治疗有效果 老人也很欣慰 洗完孩子的衣服 胡慧月又为孩子张罗起了早饭 给孩子准备的早餐面条里 胡慧月特意加了孩子喜欢吃的鸡蛋 眼看孩子发不出声 说不出话 胡慧月仍然是一遍一遍的骄 胡慧月知道 只有越早的强化训练 孩子就可以越早的恢复一部分语言功能 妈 再来看看 不要看 别给这边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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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嘴...嘴尘 妈 哎 对了 再来 妈 嘿嘿嘿 妈 对了 这意思 对了 妈 好 来 奖力 这个孩子叫曾小梅 胡慧玥告诉曾小梅的爸爸 通过彩虹工程 给曾小梅的家里 找来了一年两千元的帮助 曾小梅一家是从农村 来到柳州城里无工的 住在政府提供的连租房里 妈妈由于小的时候得了脑膜炎 留下了肢体的残疾 虽然明白事情 生活却没办法自理 语言也含浑不清 甚至吃饭都有问题 曾小梅由于患有先天性的脑胀 生下来就体弱多病 给这个家庭带来喜悦的同时 带来更多的是忙碌和照看 咳嗽 拉肚子 严重的发烧 有的时候一个月要生四五次的病 这让曾小梅的爸爸无暇打工养家 在上面我马上有带她去看 你不带她去看 过一天她更加严重了 我马上带她去看 看好了 我每天可以去做工了 你不看好了 你每天等掉不能够做工 你要吃饭 走 男人 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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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螺仪是训练孩子平衡能力的 胡慧月一遍一遍地摇着每一个孩子 8 4 5 6 7 8 9 10 现在还没抖 这个力量已经到那边了 这边就顺着过来 没办法 不得得到 这个就是训练他们の进去 这个就是训练他们的进去 那个 手第一个 右边的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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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的入手 右边的入手 右边的入手 左边的入手 左边的入手 右边的入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因为我也是一个做妈妈的人 所以看到阿婆这种母性的爱 我特别感动 我特别想去看看她 看看这两年了 阿婆有什么变化呀 还有那些孩子们 他们都好吗 之前的那些问题 都解决了没有呢 阿婆 阿婆 她怎么样这两年 身体还好吧 可以可以 再见到阿婆 我就发现她这个头发全白了 然后脸上的皱纹也多了 也比以前更瘦了 但是呢 看起来这个身体还是很好 身子骨还是很硬了 走路特别快 就好像永远都有孩子 在催着她 在等着她去照顾一样 这就是咱们这个学校 这小院挺好的 原来是一个大卖的幼儿园 两层四合院一样 孩子都是在市中心 对 孩子是接送比较方便 对 离他们家都近 是咱们一开始就在这个地方 是吧 对 挺好的 阿婆 您14年的时候 在我们演播室 我记得您说了好多 我们存在的困难什么的 这两年的时间了 解决了没有 现在还有什么困难 是有一些解决了 但更重要的东西 还是没解决 更重要的是什么 刚才呢 就是说我们老师 对专业技术方面 培养孩子方面 指导方面都在很大的困难 别觉得他们不够专业 不专业 要专业的 也来老师来指导 现在呢 学校有34名老师 有108个孩子 这些孩子的病症呢 包括像自闭症 脑瘫 还有聋哑 还有肢体残障等等 好多孩子都是 复合性的病症 18年来 阿婆就是照顾着 这样一群特殊的孩子 口水 咽下去 咽下去 对了 咽下去 总的来说了 这孩子们在成长 他懂说话了 对我尊敬 我也肯定爱他们 因为我爱他们 所以他们对我特别的情人 阿婆 我的最大的梦想 就希望我的老师 家长 得到更专业的 陪训和指导 那个刘博士他们给您带来这么多教训 您看看是不是您这需要的 他们想得很周到 对 头抬起来 起盖帮助他 非常感动 我们也非常非常愿意帮助他 2017暖春行动 援你一个梦想 正在播出 我觉得阿婆这个梦想特别重要 我们也特别愿意为她这个梦想的 献出我们的爱心 但是我想实现阿婆这个梦想 光有爱心肯定远远不够 还必须有一些专业的指导 所以我决定连夜飞回北京 我要找一些这个 康复训练方便的这样的专家 看看他们能不能帮助阿婆 实现这个梦想 哎呀 恒歇 你好 好久不见了 我今天见到的这两位 都是我的朋友 高丽群教授呢 是多年来从事语言康复方面的研究 还有培训 那刘恒心呢 是北京语言大学的在校博士研究生 我刚从广西回来 广西柳州啊 那儿有一个老人 我们叫他月亮婆婆 她呢是开办了一个特殊教育的学校 这个老人特别有爱心 然后收留了好多这个有残疾的孩子 其中有自闭症啊 有脑瘫啊 我也对国外老人的一些事实力 做了一些了解 非常感动 我们也非常非常愿意帮助她 我们要不然带媛媛去看一下 是可以可以 对可以咱们可以去看看 还有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康复中心 嗯 就是有这个我们的治疗师 运动治疗师和言语治疗师 在那里面去训练 然后我们都去看一看就好 先替月亮婆婆谢谢你们了 那咱看看去 好好好 走好 这是我们的那个设备 然后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小朋友正在设计 这个是环境 我们可以进去看的吗 你可以看 做治疗吗 还是做检查 做测试前的那个试验 哦 还没有开始检查 对没有 她得先熟悉一下这个环境 对对对 因为我们要她保持不动 哦 所以这个 这是为了让她那个保持不动 我们在这儿有一个 这儿可以看动画片 哦 这样的 对 现在就舱门关了 然后这个开心可以开始做检查了 是的 实时的脑瓷图的采集 嗯 然后在这里面呢就是信号现在还比较粗 需要做一些简单的这个分析 就是大约是孩子两岁多 不到三岁的时候 我们去医院检查 然后做了治疗 然后是发育迟缓 之后就做了这个康复的训练 现在已经训练差不多一年多一年半的时间 然后孩子的进步从语言方面 然后肢体动作方面 呃都有很大的变化 喜欢哪一本书 再挑一个哪个 这个啊 你知道这两个吗 好吗 就这两个哈 好 作为我们进行语言康复 语言治疗的专业人员 我们其实也有和活活活活一样的心愿 也愿意帮助那些孩子 我想在这些专家教授的帮助下 阿婆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应该说这些孩子 他们的障碍比较 类型比较多 我们估计可能困难是有的 我们也做了充分的准备 做了从这个教学的方法 教材 符句 以及我们一些方案的设计 都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我们愿意全力以赴来做好这件事情 我们的语言治疗师呢 主要是对语言障碍进行康复 那么物理治疗师呢 主要是对运动障碍进行康复 这里边 阿婆 你好 你看我把谁给您带来了 这是刘博士 他们语言大学的 这是他的团队 谢谢 高教授因为有一个学术会议 暂时不能来 所以委派我带队 先到胡阿婆这里了解情况 同时我们带了一些教具和康复辅具 送给孩子们 给他们进行帮助 阿婆 您看那个刘博士他们给您带来这么多教具 您看看是不是您这需要的 刘博士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阿婆 你看我们带来了一些教具 儿童读物和康复辅具 这些教具和康复辅具 我们认为能够给阿婆和孩子们提供直接的帮助 那么像这一些呢 是我们制作的康复辅具 把这个勺子和牙刷呢 把它铲起来 更有利于儿童抓握 因为一些自闭症的孩子 除了语言障碍的方面问题之外 还有很多生活自理方面的问题 这些问题也急需解决 其实教具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是我们能够提供的最基础的帮助 但我们更想知道这边孩子的一些具体情况 和他们有哪些具体的需求 还有这些的老师呢 能不能正确地教他们使用这些东西 这是目前我们比较担心的 最初见到这些孩子 我觉得比我预想的情况要严重 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就呆呆地坐在院子里 你跟他打招呼跟他说话 他不理你 他没法跟外人沟通 而有的孩子呢 走路都走不稳 都是摇摇晃晃的 当然还有很多孩子 他是复合型的 他有好几种问题 比如肢体有残障 他同时还有聋哑等等 老师们非常辛苦 非常爱这些孩子 每天很累 但是呢 他们又没有一种特别专业的这种 培训的方法 又不知道应该去怎么专业的 去提高孩子 做康复训练 所以看了以后呢 我们都替阿婆着急 觉得这种现状该怎么办呢 不穿啦 出汗啦 都出了一身的汗 红灯亮了呀 怎么样 好比你们现在是在过马路 就好比途上的这个小朋友一样 他在过马路 红灯亮啦 停 停啦 好 我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到我的一种生活态度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服装设计师 所有的土地 全部合理地留起来 老师 家长 得到更专业的培训 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吗 留一个痕迹吧 给世界 感受温暖的情怀 见证公益的力量 我还是希望能够就是亲自把这个递到他手上呢 感受温暖的情怀 见证公益的力量 哎呀 这个对我来说真是一个考验 感受温暖情怀 见证公益力量 我们已经到了西南大学了 同学们都在教室等着呢 感受温暖情怀 见证公益力量 感受温暖情怀 见证公益力量 热线十二春节特别节目 暖春行动 圆你一个梦想 这里呢 就是学校的感觉统合训练室 那现在老师们呢 正带着孩子做这个康复训练 我们跟着北宇的治疗师们 一块进去看一看 好 走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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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色 对吧 走一个 可以啊 好棒哦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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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对 都下来 看看这个球 对 有这个手 好 放到这里面 来 平衡 慢 慢 慢 好 这球 平衡 这些物理治疗的动作 对于正常孩子而言 是可以很轻松地完成的 但是对于有功能障碍的孩子来说 是非常难的 而这些又是 我们的康复治疗中 必不可少的部分 一开始呢 我也不太了解 这个感统训练 它是做什么的 后来一看呢 原来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些器械 但是它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然而就是这些简单的器械 简单的动作 孩子们自己都没法完成 我原以为 有了这些器械 有了这种训练 孩子们就可以提高了 这么一看呢 事情还真的不是这么简单 在这些孩子当中呢 我特别注意到了 有一个孩子 他八岁了 但是才相当于两岁的智力水平 他叫墨锦韵 墨锦韵是典型的脑瘫的孩子 他的肢体运动极不协调 言语理解也落后于十几年龄 表达也不清晰 墨锦韵的家呢 是住在柳州的成交接合部 几年前呢 为了给他治病 全家是从农村来到了柳州 墨锦韵有两个妹妹 一个三岁 一个才七个月 那全家呢 就靠着爸爸打工挣钱 妈妈呢 就负责照顾这三个孩子 有 这顶了 就来啊 这个东西 就去体检了 他就去老家 有那个气象力高 你看这人家当中是老爸 我老公在网上干净呢 干净知道有这个结帐 在这里 就跟老师傅老师聊 我们见我们这样就还 这里收不收 那就收 然后我们都盖鞋就送过来 根据墨锦韵的情况 我们现在做的是 给他进行一些 简单的物理治疗 来 这个脚再往前 慢一步 来 头抬起来 头抬起来 对 我们的两位治疗师 通过绷带来矫正他的双脚 让他在走路的时候 能够双脚放平 另外再提高一些 他的生活自理能力 墨锦韵呢 还是进步挺大的 你像以前呢 他自己没有办法 做自理的一些事情 早晨起床以后 他妈妈要背着 他最小的那个妹妹 然后还要帮助他来 穿衣啊 洗脸啊 但是现在呢 墨锦韵自己会洗脸 会刷牙了 这样减轻了妈妈的一些负担 虽然我们给他 进行了一些治疗 也取得了一点效果 但是这需要长期的坚持 如果这个孩子回家之后 不能够坚持训练的话 治疗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这个孩子的情况比较复杂 他属于多功能的障碍 有些问题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 比如说刘贤的问题 我们需要请专家过来 给他进行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 经过和孩子们的接触 刘博士觉得 孩子们的情况还是挺严重的 而且有些状况 目前还难以解决 虽然难解决 我们也要想办法去解决 所以当刘博士告诉我 说高教授也要来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事还是有希望的 这边是北京语言大学高丽琼院 高院长您好 我都把您判来了 恒新和原源老师给我们一些反馈 我们了解到那边的困难还是非常多 我们前期的这些帮扶 可能效果不是很明显 因此我们这次不仅我个人去 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的田红教授 跟我们一起去 还有我们在我们这里工作的一个 美国的音乐治疗师杨慧彤老师 也会跟我们一起 相信我们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一些 这次来我主要就是解决他的语言的问题 首先我要进行评估 因为孩子年龄参差不齐 所以不单对他的语言的功能 进行一个评估 而且对他的语言能力 最主要是他的能力做一个评估 我们做一个复杂的 好吗 汽车呢 鞋呢 好来看这个 编画 编画 好 飞机呢 田老师刚开始治疗的时候 阿婆呢 就把他最关心的一个孩子带过来了 这个孩子叫阿伟 在学校已经待了17年 过来 他是99年来的吧 到他7岁 够那个桌子高的时候 我就开始教他打笔笔桥 这么爸爸妈妈没空来接 还是留在这里 他的孩子就是这样的 没有爸爸妈妈的话呢 他就哭 主要是让他关注一下 想父母的那个想法转移一下 他喜欢玩的东西我就陪他玩 阿伟呢 他情况呢就比较复杂 首先呢 他的年龄 他的年龄已经超出了语言发育的这个年龄 他已经21岁了 他的语言的整个的能力 还有他的治理结构 只有两到三岁的孩子 所以我们就打算呢 从他的语言能力上 沟通能力上 做一些训练 他一出事呢 跟正常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 他长得很可爱 人家都喜欢兜好玩 因为他样子长得可爱嘛 是吧 有点像唐生 但是到了一岁以后就觉得很不对劲了 人家小孩会走 甚至有些会讲简单的话语了 他不会 一点都不会 做到一边的话呢 一不留神就啪啦就跌过一边了 跟其他孩子还是有区别的 就是四岁的时候 我们就送去特教了 我也不知道他积这个路的能力特别强 四杯很远 四杯平那边 他就可以走过去 有一天我们不带他去 不带他去了 他就生气了 生气叫他吃他也不吃 蹦就关门就走了 我以为他去像平时一样 去看人家销路啊 人家销路啊 结果到中午不接下来 我们到处去找 到后面就有一个亲戚打电话过来 他已经到四百坪那边了 然后他就把他送来 他寄到那边的路 我们现在社会对资本证孩子关注比较多 我相信我们的孩子他们会开口 不要总认为你的孩子是有缺陷的 你要接纳他 2017暖春行动 援你一个梦想正在播出 我们的评估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放学的时间就到了 这个门外来接孩子们的这些家长啊 他们都是满心期盼的这种样子 他们觉得晚上接回去的孩子 哪怕比早上送来的时候 有了一点点进步 这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巨大的喜悦 所以呢 我现在下一图他的计划呢 我想先用图片作为交流 图片 用图片 他想干什么 拿这张图片来告诉你 他想干什么 他能想到的 能反应过来的 拿这个图片告诉你 达到一个初级的那个交流 但是你能比如讲 可以拿几张图片 有比如讲上卫生间的 吃饭的 喝水的 这种那个图片给他 说你现在想干什么 他要吃饭 那你就直接把他的需求 第一需求 你就可以满足他 这么达到一个有效的问题 阿伟的妈妈以前就没有工作 那墨锦韵的家庭呢 现在也是这样 他的爸爸每天一早就得出门去打工 然后很晚才能回来 全家人就指望父亲一个人的收入 来生活 那妈妈还要照顾三个孩子 所以很多家庭都是面临这样的状况 在照顾孩子的这件事上 家长首先是没时间 其次呢 是缺乏专业的这种康复知识 我们现在社会对自闭症孩子 关注比较多 但实际上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 自闭症孩子的发育障碍呢 是一个广泛性的 带来的一个更直接的后果 就是他的家庭 对家庭带来的影响 实际上 现在有很多自闭症的孩子 由于家长的缺乏专业知识 以及家庭环境的恶化 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还是普遍存在的 这些特殊的孩子呢 他们不仅仅需要更多的爱 更需要的是专业的这种教育的方法 那现在呢 高院长就在里边给老师们 还有家长们做一个培训 咱们一块儿先来听听 有时候我们成人硬要按照孩子 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 这就不是去理解 也更不是去接纳 所以理解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 孩子跟我们不同 我觉得我们在关爱孩子的同时 更应该关心家长 来帮扶这些自闭症的家长 来使他们具有专业的知识 了解一些自闭症的症状的知识 以及应对的方法康复的技能 这样他们可以一方面 能够照顾好孩子 同时呢 能够使自己的家庭的生活质量 不至于特别的恶化 而且能够得到进一步改善 这样其实对这些孩子的 康复成长是更有好处的 所以接纳就是我们认为 他的方法也是对 他处理的方法 对像他们的 对这个孩子就这样 可能我们大人觉得 你好搞乱的 你是一个老米导弹的 应该把你弄走 但实际上 我们这个活动对他来讲 是没有意义的 他在这做着是不觉得有意思 他也听不懂 你们很多人坐着无聊 又不玩又不干嘛 多没意思啊 所以他的方式我们就应该理解 高教授这课讲的特别好 因为他很多道理讲的深入浅出 还经常跟这个家长和孩子们做互动 所以特别受欢迎 我觉得家长们最大的收获可能有两点啊 第一点就是大家接受了这种观念 就你不要总认为你的孩子是有缺陷的 你要接纳他 你要认可他 其次呢 就是家长应该是孩子最好的指导教师 他的康复点点滴滴时时刻刻 其实就在你的家庭生活当中 也教家长来学习 也帮助他们 学校教了 家长也教了 我相信我们的孩子 这个语言会得到 很好的发展 我相信他们会开课 所以我就现在 我们深深的认识到了 障碍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 就是我们自身 有一定的缺陷 这是一方面 第二 环境缺乏支持 如果 第一 我们自己的有缺陷 的同时 但是有环境的支持 这个障碍就不存在了 如果没有环境的支持 你看我一个私自健全的人 也会有障碍 在我们在带孩子那么多年的过程中 就很缺乏这些专业的老师 和专业技能的一些批序 这一块的话是我们家长特别缺失的 障碍如果高预长没说之前的话 对我们来说 都以为就是有残疾的那种孩子 是障碍 但是通过他说了以后 这个障碍不仅仅是残障了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障碍 所以他这样说的话 我们真的理解 那个思维各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开放 刚刚这堂课 实际上只是我们一个帮扶的开始 我们不可能希望一堂课就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只是个开始 我们通过这个讲课 首先是希望跟孩子的家长们 建立一种联系 给他们信心 我们后来跟活跃老人也商量以后 我们定下来 我们每三个月会派专业人员过来 一方面对孩子进行康复 对这里的老师进行培训 同时我们也希望给家长进行培训 尤其对一些种种比较严重的 然后我们给他的家庭 做一些定向帮扶 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来帮助胡贵老人 把这个特教学校办得越来越好 这些孩子能够康复得越来越快 将来能够崇派社会 好的 放大 摇一摇 踩一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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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乐 想念谁 谢谢 天上的星星流来 地上的玫瑰枯萎 冷风吹 冷风吹 只要有你背 黑黑的天空一吹 亮亮的繁星憔悴 终而飞 终而飞 已在思念谁 老婆 老婆一笑 地上的心情流泪 地上的玫瑰枯萎 冷风吹 冷风吹 只要有你背 当地也确实很需要 我看到这个消息 他们当地很受欢迎 有时候可能比在课堂上讲课 在实验室做实验 那个心情还要记得 大学能够解决人民的需要 解决基层的需要 也是他一个大学应该有的职责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每一个人都希望在这样一个辞旧迎新的时刻 实现自己的梦想 然而帮助胡阿婆实现梦想的这个过程 才让我们觉得更加快乐 更加的幸福 胡阿婆的梦想算是初步实现了 但是我们别忘了 她还有更大的心愿 她是希望这些孩子有朝一日 能够走向社会 走向独立 自食其力 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还需要很多很多人的帮助 还需要很多很多的工作 我们希望她这个更大的心愿 也能够早日实现 感受温暖的情怀 见证公益的力量 这里是热线12春节特别节目 暖春行动圆你一个梦想 明天我们继续圆梦 明天见 我有一个梦想 能够让更多的羞有病患者 都像海波一样 此时其力 起码也得先病一次再说 但是好像完全没有一点感觉 对我来说难度还是蛮大的 要执着去追求 就一定会有梦想 照进现实的一天